近日美国空军上将特伦斯·奥肖内西表示 北方司令部和北美防空司令部已将一批重要人士送入地下掩体 其中一处地下掩体位于被称为美军神经中枢的夏延山军事基地 这些重要人士和家人朋友告别后转入地下进行长期工作 夏延山军事基地被称为美军的神经中枢 此次在疫情期间启动显示了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 该基地入口隧道全长500米内置25吨重大门 大门已经关闭就意味着与外界完全隔离 基地上空则铺着深度约610米的延时 值得注意的是除此地之外 美国还有多处地下军事基地 其中白宫还有一处地下安全基地 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 则因为美国军方疫情越来越危急 据中国新闻报道 截至发稿前已有超400名美军感染新冠病毒 当地时间3月25日 美国国防部下令 所有驻外美军在未来两个月一律停止行动 此外当地时间3月23日 美国军方表示将在疫情重灾区 纽约和西雅图搭建野战医院收治患者 甚至还将纽约中央公园改造为 快手 看见每一种生活 我